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三访问北京 与中国国防部部长魏凤和举行会晤 马蒂斯表示 他的首次访华的目的是 与中国军方展开透明的战略对话 有分析认为 在美中贸易争端日益紧张的当下 美国国防部长访问中国耐人寻味 华盛顿是在通过军事合作平衡贸易矛盾 还是以军事压力争取贸易谈判的优势 相关问题 我们邀请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 马海斌先生对此做出分析 欢迎海斌 您称好 这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的首次访问中国 如果没说错的话 也是美国国防部长四年来的第一次访问中国 在你看来 这次马蒂斯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我认为主要目的 概括起来的话可能主要是两方面 一个是战略层次 主要是要探讨 这个就是说中美之间 它那个军事 就是说接触 或者是军事 乃至于军事对抗 各自有些什么样的底线 就是说接触 该接触到什么样的程度 如果各自有什么样的 不能侵犯的底线 那要是什么样的底线 在这个方面达成一定的共识 同时在战术层面 就是保持 或者甚至加强 双方在一些局部地区 或者一些战术层面 接触上面的一些沟通往来 比如说这个 如果是要军事演习 该提前 是不是提前让对方知道 知道什么样的程度 然后该提前多少知道 这样的一些具体的 那个战术方面的信息 我觉得它主要目的呢 主要是这两方面 就是确保在大的那个方面 双方之间没有太多的分歧 能够和平相处 然后在战术层面 组合去避免不必要的那个纠纷 我们注意到 在今年的上半年 可以说这个 美国的这样的地缘外交策略 似乎是以这个朝鲜问题为核心的 是一个重点 现在实际上也是全世界全球都在关注的 这个朝鲜问题 似乎对 就是在这个问题当中 因为美国对这个中国 包括川普总统多次也提到 对习近平对中国是非常的一重 在这个朝鲜问题上 似乎让人们就是不太很注意 这个南中国海问题 还有这个台海问题了 那么这个南中国海问题和台海问题 真的是现在这样的暂时的缓和了吗 可能事情并不像这个 就是说暂时表现的那样和谎 就首先从南海问题上说 之所以最近这半年来可能比较平静 比如说是像一些关键国家 比如说像菲律宾 它采取的比较那个就是说缓和的 对中国缓和的态度 尤其是它的总统 要访问中国的时候 双方之间达成了一定的协议 就是不做 让对方挑起对方的这个挑衅性的那个动作 尽管在私底下中国在南海地区的那个 造岛然后军事化部署的那个步驻 还是在继续进行 可能是稍微放缓了 也没有那么明显 所以表现的就是没有太多的冲突 但实际上你看最近 这边就在五月份 本来是美国已经邀请了中国参加了一个 黄泰比亚的一个军事演习 后来就又临时取消了 它也是作为就是说 因为中国没有放缓 就是说在南海的军事部署 特别是在岛屿那个军事化方面的一个部署 它以此来作为一个就是说一个反应 同时你看这次在马里斯访华的同时 他们的那个航空母舰李温浩也听到了那个 那个马里拉的那个海感 就是说一个方面是作为一个军事上的表态 同时你作为外战的反华 又是一个比较和平的反华 就这两种一手硬一手软的那个姿态 是很值得玩味的 同时在台湾问题上 最近也有一些比如说军事方案 包括那个在台的那个办公室那个代表 甚至有国会议员提出 要让那个航空母舰在台湾海峡那个航行之类 但不过最后被否决了 就种种东西都说明在南海和台海地区局势 并不像那个表面上或者是媒体 最近时间缺乏报道那么平静 都还是有按钮涌动的 刚才你提到这个这样一手软一手硬这种说法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在目前是这个美中贸易争端 是日益升级的这个档口 那么美国国防部长的这个访华呢 确实是颇值得的值得品位 那么是就有分析就说了 说呢这个马蒂斯这次访问北京 和中国国防部长见面 而且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见了面 那么是试图通过这次访问 通过这个军事合作来平衡目前的这个贸易矛盾呢 还是以某种军事的压力来争取贸易谈判当中的优势 我个人可能倾向于前者吧 但我从马蒂斯访华 他自己的那个具体任务来说 我个人认为他不存在 就是说和贸易相关的那些战略的目标 因为他就是一个国防部长 他所代表的那个是整个军事方面的那个运作和实力 他主要就是说他的主要目的 就像我开始讲的是战略和战术方面那些东西 但是从美国整体的外交策略 和整体的对华策略来说 马蒂斯此次访华的那个时机 是比较值得玩味的 就是说在中美之间贸易矛盾就是独步激烈 在就是说七月份七月初和七月中旬 有两个的当口都可能对中国最佳 那个关税方面的那个惩罚措施的话 这种当口通过这个军事方面的一些 也有可能展现出合作的一个趋势 这是外交方面就是说也是一种 就是说相对和缓的一个措施 我个人认为更强顺于这种 就是至于军事压力 我认为美国政府没有这样的一个 因为他们深知中国政府在目前这个民族 这个心态特别强硬的情况下 不可能通过军事压力来给中国制造更多的麻烦 这只会激怒中国而导致那个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这次马蒂斯访问北京的时候 还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了面 那么在和习近平见面的时候 习近平强调说老祖宗留下的领土 一寸也不能丢 是否可以认为这是习近平对南海问题 或者其他的台海问题 或者其他的一些领土争议 这个方面的某种程度上的一种正式的 这样的一个宣誓 我觉得从习近平主席 他这番表态其实和中国向来的 在领土方面的官方姿态是一致的 并没有表现出特别强硬的地方 中国领土不可丢失 神圣不可侵犯 这向来都是中国的一个官方态度 但是他具体在这个当口说是 老祖宗留下的领土一寸都不能丢 我觉得是他知晓 马蒂斯过来谈的那个目的 是试探在南海和台海方面 这些方面的一个底线 他就表现再次重申这个底线 你可以相对来说是一种 免礼长征式的那个 是一种回应 同时在这个 你不能忽略 他后面还有一句 就是说习近平 他说别人的东西一风一毫 我们也不拿 就是说就表明中国自己的东西 我们会那个事实捍卫 但是我们不会侵犯别人态度 这也是再次重申中国 在外交方面的一些策略 就是说那个要互惠互利 那个就是说互不侵犯 这样一种观点 那么如果在说 马蒂斯这个首次访华 如果说取得了任何成果的话 在你看来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我主要是进一步加强 中国在中国和美国之间 在军事化方面的一些互信 和那个相互沟通的那个措施 这个相互信任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 比如说刚才说的战略上的那个底线问题 如果只要不去触及相互的底线 然后相信对方 不是在那个就是说在挑战的底线 这一点是特别重要 这个也和战术有相关 比如说在一些具体的战术上面 不可避免双方之间会有一些 那个稍微的意气逊势 比如说那个飞机 飞连对方的军舰 或者飞连对方的领土 这些东西 但可能如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能够提前告知一下 即使你对方不愿意 但我提前告诉你一声 也有助于双方把那个就是说 对峙或者是可能引发冲突的 那个几率降到最低 最后一两句话来说一说 你认为美中两国发生着 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我觉得大规模的军事对抗 可能基本上在至少在近年内 应该不会出现 但是那小的摩擦 比如说已经看到了 就是说中国故意跑到在台湾海峡 那边上空出动飞机巡逻 然后美方作为报复 也要飞连中国领土 或者在那个南海相关航道方面 双方有些那个 就是说类似于意气相争这种 但不会导致真的发生 就是说交火这种东西 我觉得这种平常的 那个类似于 甚至可以说是 那个一种某种程度上 是激发各自斗志的 一种相互挑衅性的 小规模的挑衅性 或者是我觉得还是不可避免的 好的 感谢华盛顿研究机构 世界观察研究所的 前高级研究员马海斌先生 参加节目 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 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 代表美国之一